在滾輪上快速點兩下 你會發現它自動就會放到最大 那往後推的話就縮小 放到縮小是你自己去決定的 你自己去決定大小 這地方的話就可以把它移過來 那利用這個方式的話我們就可以了解 什麼叫做絕對 絕對坐標 那從這一點 各位了解這一點的話就是00 然後這一點的話就是420297 那最後當然我們不要忘了把它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把它儲存 那存檔的話呢 你就把它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隨身碟 假如說你的隨身碟是 是某個磁碟 我們先把它存在C碟好了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就給它一個名稱 我們習慣如果做作業的話就是0903 今天13好了 然後名稱的話呢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 絕對坐標 絕對 坐標 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存檔 不過存檔的時候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今天要給這個 比較低階的 舊的版本使用的話 建議你把它存成AutoK2000的 格式 這樣在別的版本也可以讀得到 按一個儲存就好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絕對坐標的話 這個第一個作業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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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